大马路上一辆小客车 突然烧成一团火球 大量黑烟往天空飘散 不时传出爆炸声 这一声巨响 目击民众手都抖了一下 火势随着爆炸越来越大 整辆车陷入火海 把附近居民全都吓坏了 监视器还原瞬间 红色轿车停靠 没多久后座冒出火光 驾驶冲下车 先把重要物品救出来 不到半分钟 整辆车被大火吞噬 附近居民拿出灭火器 协助救火 火烧车的地点 就在高雄鸟松区中正路上 22号晚上6点半左右 轿车突然起火 在对面的派出所远警 也立刻出动作浇灌 幸好第一时间车主就逃下车 火势在半小时后扑灭 没有人受伤 原本是红色的轿车 烧到板筋都褪色变白了 幸好驾驶及时发现车上飘出白烟 立刻下车逃车 疑似是后座的电动自行车边皮 自然量货 TVBS新闻方志成 松家娟高雄报导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 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